防火箱內從頭走到尾 好幾十台機車排排停 而每台車煞車處都夾著藍色標籤 上面還有店家名稱 訊線追查原來這是中立火車站 附近機車站 客人只要花五十元銅板價 就能停一整天 但奇怪的是車給了業者 怎麼直接停在防火箱 其實看看機車店 不只門口左右兩側停滿車 往裡面走 其樓也只剩下一條行人通道 而店裡面老闆早就善進空間 一台又一台車警令擺放 多數人認為機放車被停在防火箱 觀感不佳 安全已有疑慮 而上門詢問業者 老闆表示感到非常抱歉 也立即改善把車輛遷回店內 強調為了避免錯誤再犯 會更加注意法規 並立即還給行人順暢空間 觀感不太好 如果是像一般有室內的 那種感覺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都是花錢的話 應該會選擇有室內的會比較好 即使中立前後站 林立各家計車站 但停車位供不應求 加上詢問各單位 警局 監管處 毒發局等 都稱不在業務範圍 互踢皮球 業者將機放的車輛 擺放在防火箱 恐怕城市不管地帶 才讓違規亂想 不斷重演 在那裡是王晨宇羅佩奧 桃園採訪報導 為止